趁着店员在忙,这名穿羽绒大衣的富人自己拿起架上商品不断打凉 不时转头,确认店员没在看她,立刻把东西塞进自己的购物袋里 但说到购物袋,她双手至少提着五六个,有的还特别大 第一点在台北市金战广场地下室女装专柜 由于很多是开放式摆设没有防盗门 警方调监视器很快就抓到这名四十多岁的成姓女子 发现她逛街时手上拿着不少购物袋 趁店员不注意将价值一万三千五百八十元的两件外套 偷偷塞进袋子里面,过程约十秒钟相当熟练 当时这名女子就像这样子,手上大包小包的进来逛街 但是她却把别人的商品偷偷塞进自己的袋子里面 像是好市多,IKEA都有饭书这种大型购物袋 方便装入大型商品,甚至有些还有拉链可以拉上 现在也真的有人会带去逛街装东西 更不用说百货公司不少专柜本身提供的纸袋也很大 要偷塞东西并不难 有专柜店员就说,若客人是贴大购物袋来逛街 还试图只开店员,就会格外小心 尤其是带大型购物袋或是比较浮夸的一些购物袋 进店的话,我们就会有开始有店里的服务人员会跟着他 然后看过什么样的商品,会去再去注意看商品的陈列 是不是有没有摆放整齐或是上面有找东西 毕竟店员不可能轻易指控谁偷东西,只能换个方式防范 虽然不是全都很可疑,但在装扮、言语、行为上较特别的人走进来 店员肯定也会特别注意 TVBS黄建国官,台北董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,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欢迎订阅,台北董